耶 辛苦了一整天 终于可以轻松一下 玩下着全新的电玩了 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没关系 玩玩看一下 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就到处搜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道具和吃的 什么都没有找到 那就到外面看看吧 哇 怎么突然间停电了 这是倒霉征兆的开始吗 等下等下 我好像看到些什么 难道是传说中的 宝可男人吗 我并不空虚 不希望你们来陪我吧 出去再看多一次 全都不见了 不会吧 这是世界末日吗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这种人物设定 继续玩的话可以做噩梦的 那就重新设计吧 首先我们设定 角色的生态环境 生活习性 和角色本身的能量元素 决定之后 如果是可爱角色的话 可以把设计简化和可爱化 想要更有特征的话 可以进行结合 好 那我们今天进行示范 我们将采用沙漠 植物锡和兔子 进行结合 完整后 我们再把这人设 投入游戏 投入游戏 投入就投入嘛 干嘛那么凶 不知道大家 有人设的经验吗 这个过程可以运用简单的线条 先把身体结构勾绘一下 可以进行涂鸦 把动作和外形大胆的画出来 这个过程有人说难看的话 呃 这只是草稿 那如果有人说好看的话 我随便画都好看 稍微简化仙人掌的刺 感觉还是太复杂了 再把造型画圆滑一点 进行设计有趣的地方 就是把故事投射出来 尽情的修改 那在上色之前 开始描线 这个步骤 还是可以稍微调整外形 直到满意为止 记得线条不能太粗 也不能太凌乱 不然就会像我现在一样 把形状和色块清楚的分布出来 方便之后上色 手的形状太拟人了 把它改可爱一点 调整一下眼睛的位置 做设计就是可以随心随意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最重要的是 我随便画都好看 是符合设计概念 开始上色咯 接下来我们需要配搭颜色 有很多时候会很纠结 不知道哪个部分要上什么颜色 就像他的眼睛 直接采用了兔子眼睛的红色 让造型更加的突出 我们以擦亮的方式慢慢的把亮面呈现出来 必须了解立体的造型 把光暗处理后 开始可以看到立体的效果 加入一些仙人掌的刺 填上颜色 眼睛高光 加深阴影 凸显 凸显轮廓 跟进细节 就完成咯 要不我们试试其他创意组合 比如 动物组合 看起来还蛮成功的 那就再试试 昆虫和动物 水果 这样都可以 那元素OK吗 电气应该不可以吧 什么 我就不相信 嗯 坦克和螳螂呢 纳尼 这个是 这简直是乱搞嘛 是时候把人设投入游戏了 那我们回到过去吧 这次回来的感觉还不错 出去看看 哇 世界多美好 这可爱的兔子是敌人吗 看看这次有什么不同 他进化了 先霸动攻击 赢了 赢了 这个人设好适合这个游戏哦 所以说 人设很重要 说错话了吗 你们说说看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 不要忘记 赢了 like和subscribe 和按上小铃铛哦 拜拜 拜拜